但就怕咬人的塞车问题坏了玩性 法国当局决定仰望天空找解放 法国民航机制造龙头空中巴士 近几年投入开发飞天继承车 获得巴黎机场公司青睐 未来18个月决定砸下大约3.52亿台币 在带高的机场建造类似的垂直升降平台 方便空中小黄起降 空拔透露计划让一人坐的飞天车 或是四人坐的City Airbus投入载客 每六分钟发出一班从带高的机场出发 往返巴黎市中心单趟车资落在20到60欧元 跟传统计权车50欧元相比 价格很有竞争力 包含Uber 波音都野心勃勃投入开发飞天继承车 目标在2023年提供载客服务 未来数千辆继承车飞天遁地 恐怕不再遥不可及的想象 记者组合报道 尼尔容易感染的手足口病 在日本爆发了10年来最严重的疫情 当局统计 全国患者一周就增加了3000多人 手足口病严重的话 恐怕引发脑炎重症 卫生单位提醒要勤洗手 美国总统川普25号在白宫签署 行政命令加强对伊朗的制裁 冻结包括伊朗最高领袖 哈米尼在内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川普表示这是对伊朗的致命一击 真的是大乌龙 美国SPACS的执行者马斯克 在推特铺文说要征服火星 没想到却被网友发现 他途中的火星根本就是月球 月球火星傻傻分不清楚 火星根本就是月球火星